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究竟谁是耶稣大庆中最少的呢? 从马太福音25章37到40节可以看到 是包括饥饿的、口渴的、有病的、疑问、刻意和囚犯 其他的圣经经文也都提到 龙子、客子和渠子 今复让我们一起研究一些圣经的例子 以便我们能够了解我们应该怎样做 来对待我们大兄中最少的 最后我们也都问问自己 我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耶稣最少的大兄呢? 好,我们要分两个份材来探讨的 第一,上帝关心有需要的人 包括耶稣的事工和人道主义法 第二,圣经的例子包括关爱穷人和照顾有需要的人 我们先来看耶稣的事工 路交福音7章22节 耶稣回答说 耶稣在拿撒纳的会堂 读了以赛阿书61章12节 这一段的经文 是对尼塞亚事工的描绘 当时耶稣对待那些需要的人的方式 和当时的人 他们通常受到的待遇是完全不同的 当时的人以为他们是要为他们自己的罪来受苦 所以他们把自己当作是受上帝就座的人 一样对待他们 其实耶稣爱他们 并视他们为有机会成为天国成员的人 耶稣尝试尽力满足他们的需要 并和他们分享福音的盼望 接下来我们看人道主义法 生命纪15章7节 在生命纪15章11节讲到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 然后耶稣也在马福音14章7节讲到 在里面的23章22节也讲到 部份收成必须留给有需要的人 然后圣经里面也有很多应许 上帝应许会赐福那些帮助其他人的人 今天上帝对有需要的人的爱是对我们的感召 我们怎样能够不爱和不关心有需要的人呢 圣节下来就讲到如何关爱穷人 路口福音18章22节 他也都渴望得到永生 而他们不同之处就是 少年财主耶稣要求他周制穷人 而实该他担心情愿地给予穷人 少年财主耶稣要求他要放去一切所有 而实该他愿意捐出他的一半财富 少年财主他拒绝了耶稣 而实该接受了耶稣 少年财主耶稣因为他贪心而伤心 实该耶稣很高兴因为他接受了救恩 各位你们想做少年财主或者做实该呢 相信大家都想做实该是不是 最后我们看照顾有需要的人 约伯记一章八节 要我问实但说 你曾用心拆害我仆人 约伯没有 地上再没有人 让他完全正直 敬畏上帝 远离恶事 为什么约伯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呢 约伯记二十九章十二到十六节 我可以见到约伯所做的事 经文这么说 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 和无人帮助的孤儿 将要灭亡的为我祝福 我又是寡父心中欢乐 我以公义为衣服 我为客子的眼 其子的脚 我为穷法人的父 素不认识的人 我查明他的案件 让我们向约伯学习 我查明他的案件的意思就是 约伯主动地确定他周围的人的需要 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来帮助他们 在《复身补分》 伟论地说 对很多人来说 人生乃是一场痛苦的挣扎 他们察觉自己的缺乏 因而悲哀怀疑 他们认为自己毫无可以感恩的事 仁慈的华语 同情的容识 赞相的言辞 对于许多孤冠奋斗的人 就如将一杯凉水 大塔干壳的人一般 一句同情的华 一项仁慈之举 足以赦在那沉重地 压在那困惑肩头上的淡子 而且每一无私之亲切的言行 都足以表彰基督对于失丧之人的爱 各位 我们身边真是有很多有不同需要的人 而我们都藉着无私的言行 来表彰基督的爱 好了 我们课句说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一课再见 拜拜